回家吃饭 爸妈去年来的时候 我给他们做过一桌菜 我给他们煮过面 因为我妈妈就说上班好辛苦 我做的菜我妈吃过一次 这四年前 东北菜牙粗犷豪放 大鱼 大葱 大姜 大蒜 大火 大汤 这就是月菜 山药都得对着来切 太精细了 这就是属于做西餐的做法 对 这道鱼最好吃的就可它了 有那个酱香 酱味出来了 您这酱是怎么做的 这是我自己秘制的 到底这道虾蟹军南瓜山药好吃 还是东北的德莫利炖鱼好吃呢 齐朗了 齐活 哎呀我今天真是遇到一个 让我特别特别头大的问题 明天我一个最好的朋友要来北京 可是这个朋友呢 他是个东北人 一直在广东工作 你说我是请他吃月菜呢 还是请他吃东北菜 啥 你那迪雾什么呢 哎呦又瞎底部 张大厨您来了 我觉得我是遇到一个特别让我发愁的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很适合您来回应 您说您说您是北方人 对对对 但是您是做月菜 对 我有一哥们 你说我是请他吃家乡味 还是请他吃广东的天天能吃到的味道 那小二您不用想 肯定是我们东北菜呀 请他吃东北菜 当然了 我们东北菜 份儿大 亮足吃起来又豪迈 吃得倍儿爽 我觉得还是吃月菜 高端大气商大 我去南方的时候根本就没吃饱了 东北就是一个端 东北就是一个端 东北在吃人买 我东北还吃得香 两位你们都先不要说了 我觉得是光说不练假把事 咱们就比一遍 比一遍 比一遍就比一遍 你是一位专业的月菜厨师 你是一位专业的家庭主妇 嗯 好 那达人你先来 没问题 咱们想想东北菜里面最有代表性的 当然是一顿 那你觉得你今天给大家炖一个什么菜 最有家乡的味道 东北菜说到炖太多了 小筋炖蘑菇 猪肉炖粉条 酸菜炖白肉 全都是炖 你今天要炖什么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我们的家乡菜 叫做德莫利炖鱼 那咱们就这个适不宜迟好不好 开始 好 德莫利炖鱼给大家来一个 好 没问题 需要什么 鱼 鲤鱼 我来给您上刀 哎呦 好 谢谢 首先打几个花刀 主要是让它入味形好看 容易熟 这里的还一敲盆 杀鱼的时候鱼紧张 它肉绷得紧 杀完鱼以后拿刀拍一拍鱼身上 让它肉松弛一下 然后这个鱼处理好了 先把这个猪肉给处理一下 凉水多放一点 不用等水开 好 鲜的猪肉就不用开水 对 直接下锅 煮这个五花肉呢 它有两层作用 第一呢 是这个肉啊 一会儿我们要做鱼用 第二个呢 要把这个水啊 变成老汤 这是去腥的 对 去腥 来点姜片和葱 好 看你的刀法呀 就一个 特别不可能很精湛 但是没关系啊 咱们是吃饭 对不对 对 您太懂我了 东北菜呀 主要突出的是一个粗犷豪放 一看我就能看得出来 对对对 不讲就一个刀工啊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鱼呀 给煎一下 但是煎鱼一定能用到什么 油 没错 各位朋友们 咱们的油呢 就是盛州白金优选食用调和油 盛州为中国人治好油 还知道石油温呢 哎呦 特专业 这没吃过猪肉 但是这猪跑还经常见了 因为总看咱节目 咱节目里有猪跑吗 有猪肉啊 吓我一个大跳 我说我们节目还直播热 关键是有大厨 我们一直在直播猪跑 但是你说关键是有大厨啊 这不对啊 越描越黑啊 这咕噜可以掐了腹部啊 油少一点 然后也健康 然后我们煎鱼的时候呢 有个小窍门 锅里撒点盐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煎鱼的时候呢 最难处理的就是这鱼皮 它容易粘锅底 这样的话呢 这个鱼皮就不容易坏 当然了啊 我这今天也不保准 来了 好了好了 你不要跑 你干嘛跑啊 你是个厨子你还跑 因为我在家做饭的时候 就是也挺恐怖的啊 这个鱼尾这块有点干了 油没到的 好小心啊 进过来 你别跑啊 没事 我在后面给你顶住啊 小心 就就别烫过这个 加油 还要还差一点 好可以了 加油加油 好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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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盘子 比较大 我这翻不动 啊耶 赢了 鱼皮还是翻了 对对 就非常好 这块呢就是我刚才翻不动 对对对 都坏了 不打击 做完了好吃就行 这鱼就煎好了 好 然后呢我们需要姜葱蒜 可以多点 因为我们东北嘛 大鱼 大葱 大姜 大蒜 大火 大汤 都要大的 而且蒜的话还带皮 旁边还得给你配一巴蒜老闷 你知道吗 今天我就不需要巴蒜老闷了 来一个巴蒜的小鲜肉就可以了 行 您就很不错 谢谢 老公你看到这段的时候 你就当做没看见啊 老公你放心 这段会剪的 好 然后 蒜压一下 我这辈子第一次生吃大蒜 就是在哈尔滨 把我辣到那个头皮发麻 也是上一次在哈尔滨 是吗 真的 我吃了一个那种 极了 就是大蒜的那种辣 是辣心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蒜辣的 估计给您那一个巴蒜小妹辣 对对 巴蒜小妹那手也辣 辣到我脸 对 对 是吗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开火 开火啊 嗯 那我就加油了啊 加油 不要剪出来 小心 哎呀 这是料酒了 这是料酒 大嫂 你是来做饭的还是来打场呢 没事一切可以从头再来 一切可以从头再来 没关系老公 我们从头再来 对这油呢可以稍微多来一点 多来一点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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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姜啊 葱啊 煸出香味就可以 好 然后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看到这个了吗 这道鱼最好吃的就喝它了 啊 这是甜面酱是吗 这是我自己秘制的 自己秘制的 我要多放多 多放点香啊 三勺四勺 好嘞 好嘞这么多酱 有那个酱香啊 香味出来了 对对对香味出来了 嗯 把这鱼放进来 小心了小心了啊 小心了 放进来 好 然后这个料酒啊 我觉得可以多放一点 因为你酒量大 哎 您说的真没错 对 这个是老葱 来点老葱 好 然后呢来点生抽 吃醋 吃醋啊 然后这老汤啊 一般的情况下 这个肉汤可以一直在旁边包着 是吧 我们应该先把这个老汤啊 给包出来 但是我现在已经闻到 有酱的那个香味了 您这酱是怎么做的呀 说到这个酱呢 我这可是秘制调料 祖传秘方啊 祖传秘方啊 您就小声告诉我们 你放心 我一定在告诉各位观众的时候 我再提醒大家 不要再告诉别人 好 嗯 你说 说这个酱啊 是我们东北人啊 比较喜欢的这个食物 哦 那就东北大酱呗 就是大酱是吗 在家做的时候用过东北大酱 嗯 但我觉得呢 很多人吃不惯这个东北大酱的味道 所以我就把这个酱呢 给改良了一下 放了这个叫香榆酱 香榆酱 海鲜酱 海鲜酱 黄金酱 实际上他现在这种酱 就是按着自己口味调的 哦 您是按自己口味调的 对对 东北到时候都做大酱 是家家都做酱 家家都做酱 做酱有讲究吗 首先你下酱 嗯 就是要开车的时候 春天赶一个黄道吉日 四月初八十八二十八 一般的情况下 这酱下去以后 多长时间可以吃呢 嗯 一个月吧 叫满月酱 如果说我嘴馋了 一月一里能吃吗 如果你要是我们家人 可以吃 啊 如果你要是到我们家串门 对不起 也不给你吃 为什么呀 我们说如果要是外星吃到了这个酱以后呢 这些酱就会坏 就整坛子全坏 对 就整坛都坏 各位朋友 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去做亲子鉴定呢 对不对 直接来酱 直接儿子来 一个月一里的酱 你吃一下 吃完之后酱变味了 您太有招了 是吗 您太有招了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方法 对不对啊 哦 所以这个酱它有这么多讲究 对 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五环肉 我帮你做 好 谢谢 来嘞 咱们实惠点 就直接不要撒 好 因为说这道菜的特点呢 还有一个 就是一次成型 你不要再冻它了 您看我下完豆腐以后 这锅是不是就满了 满了 我们还需要在这个鱼的这个表面 撒一点盐 炖鱼啊 通常上面它是不太入味的 因为它底下都有那些酱要泡的 对 底下有汤汁 然后由于咱们这上节目哈 我就可以取点精华部位了啊 嗯嗯嗯 只选这个白菜叶的地方 嗯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也不用切了啊 我就实昏的来吧 你看这就没有我月菜有点精细 没有精细 你得切 但是我们的味道香 能出出手撕味来 对 然后我们用茄子 这也是怎么着 撕啊 撕啊 当然啊 真撕啊 这自己在家随心所欲 想怎么撕就怎么撕 分哪儿 就放一边就行 分哪儿 得可以了 粉条呢咱们要先炖一会儿 嗯 给它炖到七八成 然后我们才开始放这些菜 嗯 这道菜呢好吃 但是除了我这个蜜质浆料以外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油 这是什么油 我自己在家炸的一个葱油 起锅前要给它加一点进来 第一它是增香 嗯 第二这个汤汁越来越少 加了这油防止粘锅 这已经是放的第三道盐了 对第三道盐 我真的已经留哈喇子了 你要是吃上这道菜以后 我保证你下两碗大米菜 好 这个香菜呢 香菜就正常切碎了 撒一下提香 香菜梗还是香菜叶都一样 没关系 没关系 哎呦这刀工 就太碎了 要我来吧 就是像我这种 手撕手撕 也没问题 就大块就拦几刀就行 可以 现在就需要把这个汤给收了 嗯 就可以了 怎么样等了这么半天了 差不多 差不多 看 汤都收好了 好 然后呢我们需要的就是 把这蒜啊 再撒进去 都是特别好 来蒜啊 再撒进去 直接上手 对 然后香菜 小心手啊 撒上去 你看这颜色就上来了 我觉得这个汤汁应该很下饭 对 必须配大米饭 配大米饭 配米饭 我们这有米饭啊 我们这有中凉福临门的大米饭 本节目大米是由中凉福临门提供的 好菜配好饭 咱这道菜量太大了 所以咱得用一个这么大的盘子 哇 开饭了 开饭了 好 哦开饭了 张大叔 这道菜是不是挺沉的吧 嘿 来铲子 对 好嘞 嗯真香啊 好 哎呦 那我先来剪彩吧 好呀 我吃吃个豆腐啊 没事别客气 真不错 尝尝鱼 喂 不错 不错吗 东北人啊 我爱吃肉 哇 看我这 这鱼真心 我这家里有点不太好意思啊 没关系没关系 来来来来老公你在看吗 嗯 怎么样 尝尝茄子 好吃 主要是婆婆不要看到就好 嗯 还有一个地儿 嗯 最好的地儿 好 哦鱼脸 鱼脸 嗯 谢谢谢谢 咱们一般在家里吃啊 嗯 你要向老人说 先把鱼脸挖上给老人 您说的这些都特别在地儿 您说的这些都特别好 我呢 现在已经可以决定了 嗯 我带我朋友去吃东北菜 看 就吃德莫利炖鱼 我今天做的这道德莫利炖鱼 先将五花肉凉水下锅炖出老汤 把鱼两边煎熟以后捞出备用 姜片 葱段 大蒜 放入锅中煸炒 加入秘制的调料酱炒香 然后加入鱼 烹入料酒 加入醋 白糖 老抽生抽 煮好的五花肉 切成片 放到鱼的一侧 粉条煮到六七成熟的时候 加入撕好的茄子和白菜 大火收汤 煮熟 加入一勺到两勺葱油 我知道德莫利炖鱼就做好了 你还没吃我的菜呢 你怎么就 我说完了再说 对吧 朋友来家吃饭 最重要的一点是 让人吃好吃饱 这两样都能做到 对啊 我那也能吃饱吃好 还能吃美啊 是吗 有讲究啊 好 张大厨您竟然来了以后 怎么能不做呢 做之前我得提醒大家 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泰泰乐调味品和露露杏仁路 提醒您回家吃饭 泰泰乐调味品和露露杏仁路 提醒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将可以知道 王欣带来的这一个 德莫利炖鱼的主要配方是怎么样的了 来吧 收拾一下咱们开来吧 我来 好 菜菜叫做 虾蟹居南瓜山药 虾蟹居南瓜山药 去帮我把这个虾蟹拿出来 好嘞 我帮忙吗 我这块 我手脚踢他穿 今天这节目真不白来 新鲜的虾和螃蟹 我先准备一下 处理这些 粤菜处理就非常细 直接撕嘛 撕不就行了 家里有时候就直接这么掰了 不好掰 怎么掰 围 按住 一撕 一跳 拿刀 按住 咱们这块呢 这都没用 阻挡咱们进味儿 也没肉 去了 切这个塞的时候 刀尖直接 对 我都是拿剪子在家剪 我虾嘴这块 蟹嘴这块 不要 一切 这完了吗 干净了 这真是精神戏 要我就直接一掰 稍微拿刀尖啊 这块不好入味儿 就是扎两刀 扎两刀 之前这块 刀瓣 刀瓣来 对 敲敲 好入味儿 这时候我先把水做上 好嘞 咱们加点糖进去 提鲜 还提肉质的甜美 为什么配南瓜和山药呢 虾蟹都属于寒物 吃多的呢 寒气大 咱们 咱们 就一锅出了 就一锅出了 你们东北有伦敦 福建沿海地区有的海鲜锅 咱们现在处理这个南瓜山药 咱们一开 南瓜一定要选这种小南瓜 小南瓜 小瓜都可以 所以一般在南北方 我们在处理菜的时候区别 除了手撕和刀切以外 还有什么 南方炒青菜来讲 他喜欢爆炒 你像北方呢 一般是非要出来 对 包括炒菜的锅也不一样 你看这种锅 过去讲叫瓦勺 北方菜 东北菜 对我们家从小到大都是这锅 是吧 但是我记得南方应该是两个 双耳边 双耳边锅 南方的锅要薄 北方的锅要厚 南方的锅他喜欢快炒爆炒 连这山药都得 对着来切 不管什么菜系 只要好吃 还有一个 只要好看 就行 在家里一样 你给老公做 你不好看 光好吃 他也没受 对 最难受的就是我做好了饭 看了一眼之后说 媳妇走咱出去吃吧 对 咱们就下这个 好 你看看我刚来是一块割的 不一块下 先来蟹子 您就不怕先割进去的螃蟹会老吗 不会 油温当中我早过那 我看刚才都没菜 一切都是大火 煎炸煮熬炖 全是大火 这就是粤菜 小火 但是我待会儿又是大火 太精心了 你看 我现在是小火了 对 炒大火 大火 下山药 下南瓜 油 调小火 又调小火 又调小火 咱们开始下味 这个是料酒 料酒 不是 我这是白蜂蜜油 哦 还真是 那我刚才用的 白蜂蜜酒 你刚才用的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料酒 可以稍微的 来一点 烹一点 好 其实我觉得可以多放一点 因为你炒 酒量大 您说的真没错 对 你们家得么了一顿鱼 用了白葡萄酒 可能调了一下 这一下就高的大气上脑色 用白葡萄酒 这就是属于做西餐的做法 对 咱们翻一下锅 我加点蚝油 好 咱们多割一下 稍微加一点盐 盐 这胡椒啊 胡椒粉 都用热水是吧 都用热水 不用太多 好 我现在开始炒了 我现在开始炒 盖上锅盖炒 中火炒了个三四分钟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得备点小葱 吃蟹好像经常会放一些葱 蟹是属于大寒 咱们放葱的木银就为了去寒 提香 这时候咱把虾搁进去 好 大锅 大锅说真吗 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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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这道菜啊 虾蟹菌南瓜山药好吃 还是刚刚我们吃到的那个东北的 德莫利炖鱼好吃呢 齐了 齐活 张大厨刚光是嘴巴特别能说 手仪在这呢 我手仪在这摆着 我怎么能不能说呢 没关系 我先来咽一下 咽一下 这个你就放心吃 连壳都可以一块 都可以吃 你尝尝 有油 看见没有 来 倒点 哇 太棒了 你再试着 来山药 和刚才的炖法出来呢 各有各的荤味 但是各有各的好吃的那种鲜香的感觉 尤其是收到那个菜里面以后 菜都变得特别的鲜美 就是盐菜比主量好吃 大厨我一点不夸张 一点不夸张 这是我到现在为止 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南瓜 真的特别鲜 这个南瓜里面居然有螃蟹和虾的味道 太奇怪了 虾壳蟹处理一下蟹腮蟹嘴 虾腔和虾蟹 切好的虾壳蟹都搁在水里头 搁上点姜 糖 这时候开始煸大葱打姜片 把蟹搁进去 下南瓜山药 调好味 焖一会儿 把虾搁进去 翻炒一些 再焖一下 切好的小香葱姜丝 撒进去再炒炒 就可以出锅了 哎呀吃了这么多好吃的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事情 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太太的调味品和陆陆杏仁路 提醒您回家吃饭 太太的调味品和陆陆杏仁路 提醒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就可以知道 我们这道菜叫做虾蟹 居南瓜山药 真正的整个的烹制方法 到底是怎么样的了 可是现在我再提醒完了大家这一些 以后我现在心里又开始纠结了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南瓜 然后还有很好吃的虾和蟹 还有呢这一盘 我刚刚吃过最鲜嫩的这个鲤鱼 你说我那个朋友来了以后 我到底是请他吃这个虾南瓜山药呢 还是请他吃这个东北的德莫利炖鱼啊 一定请他吃粤菜 哎别犹豫了 还得是我们东北菜家乡的味道 东北菜家乡的味道 东北菜家乡的味道 也是 好你们两个都不要吵了 我现在已经有主意了 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女皇上场 觉得喊赶紧跳 一会就盖金牌就归你了 我在那上面吓死了 肺被摔破 肘关节骨裂 耳膜穿孔 很多人就觉得我的运动生涯到此结束了 他们说我们想给跳水女皇做一道菜 因为她没有油 所以我们要增加她的香气 什么时候我有机会给你们做一碗方便面 我今天太幸福了 爸妈去年来的时候 我给她们做过一桌菜 我给她们煮过面 因为我妈妈就说上班好辛苦 我做的菜呢 我妈吃过一次 就四年前吧 我不用去菜馆 我也不用去粤菜酒楼 我也不用去东北菜馆 我直接把她请到我家里来 今天所有的菜的做法 我都已经完全明白了 我亲手给她做菜吃 是不是很感动她 咱们大家回家 也可以自己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烹饪这两道菜 德莫利对于 还有我们的虾蟹菊南瓜山药 咱别忘了回家吃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